有好多美舞蹈 南京東武 南京 北京西里 今年的流程是幽影啊 台灣戲曲名小聲孫翠鳳 飾演痴情男主角韓香子 用他的真情 在歷經數百年輪迴中 尋找愛妻 明華園經典作品韓香子 好戲再度開箱 在文本不變下 舞台設計服裝道具皆焕然一新 高規格打造別具特色的視覺社宴 這一次呢 我賦予他一個新的角度 所以我包括衣服的顏色 我都讓他改變了 變成紫色 不再用藍色憂鬱 憂鬱一下下就好 因為我覺得現代人 很多人都是執著在自己的工作崗位 生活態度上 很多人也都會憂鬱 而且求助無門 我不希望再把這樣的負面的能量告訴大家 我希望大家在憂鬱當中呢 我們要有一存的一個希望 有希望就要打起精神 我們這一次的整體的視覺美學 我們希望朝向一個輕時尚 所以它輕輕的淡淡的 但是我們用大量的線條去勾勒出 每一個場景的不同 不管是香江 不管是天界 或者是神仙界等等 那也用雙層次的色彩 去描繪每一個 代表每一個不同的區域 韓鄉子下凡尋找妻子 遇見了面容相似妻子的三名女子 而這四個性格相異的角色 全由鄭雅生扮演 在舞台上大秀實力與演技 因為這個戲其實是幾年前 在兩天原演過 已經很久 17年前在兩天原演過 然後呢 還要把它給封箱 然後呢 現在 能夠再把這個金錢拿出來再演 那更令人高興的其實是招賢 變成這次的製作人 我自己就覺得 能夠有一個作品 經歷了這麼多的時間 然後有個第二代 來 其實應該是第三代了 第三代 第三代 來接手成為製作人 這件事情的那個意義 用來說 真正是 這個表演出產業的某種福氣 或者是我們的某種 對未來的希望吧 這部戲睽違17年回歸 加入不少七八年級新生代 重新詮釋角色 增添亮點 也將傳統戲曲傳承下去 延續精彩 記者汪宇峻台北報導 去年 表演出的某種 我帶著努力的某種 比響 我帶著努力的某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